第一次我去香港是957岁 957岁 哇! 那是70年前 它是在河湖旁邊 河湖旁邊,我住在河湖旁邊 我是80岁 哦,你80岁 你不看80岁,你看年輕 好,謝謝你 謝謝 Have a nice day 這個人,他原來八十幾歲完全看不出 寶寶丹麥 寶寶丹麥 我搭飞机之前那天开了整天通顶 很累 所以我上到飞机就睡死了 我之前通顶就是剪我面前的一条片 这条片就是出的时间 就是你们的昨天已经出了 就是代表 之前上google查过 说丹麦的哥本哈根 是全世界最贵 还是全欧洲最贵的城市 那我已经做了第一个purchase 一个cafe latte 一个chocolate brownie 他就说78的丹麦克兰 78个丹麦克兰 就是多少钱港元 我现在查查 78个丹麦克兰 你自己看 92元啊 大家明白了 一个咖啡 一个brownie 是值92元港元的 不知道是不是好吃一点 Good morning Hi I'm claiming my Copenhagen Park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Danish? 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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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是Copenhagen卡 来到呢 记住一定要拿 我这张是72小时 那拿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了很多不同的 主要明星 都是免费入场的 还有你可以搭车 都可以用不到的 但是我刚才搞的片 搞到很晚了 所以现在 整几点了 我连bill都不记得戴啊 1点钟 第一餐 这是什么汤 这个 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汤 但是挺好喝的 初来这里 我感觉上 这些道路上的车 是很有趣的 各种奇形怪状的单车 还有些你根本不知道 是不算是单车的车 的士呢 它是Benz 和Tesla 如果那个男孩和女孩 第一次约会 他会驾驶这样的车来兜他 这些车怎么坐啊 不适合坐我的车啊 OK 刚才在楼下check in的时候 他又跟我说 We have a really nice room for you You've been upgraded 究竟多漂亮 先看看 到了 空间感十足 还有这里的光线很漂亮啊 这个设计 窗口又大 有些自然光影进来 拍摄也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这张沙发 哎 进来 确是挺舒服的 差点忘了你 他弄了一部Mac的monitor 我发现丹麦一来到步的时候 让我感觉过 所有建筑物的设计感 很简约 简约得来又很漂亮 就是很有特色 很有性格 耶 哇 这里多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感觉是不是很简约 好欧色啊 那当然了 这里是欧洲 早上在这里吃早餐 喝杯咖啡 真的chill到飽 不如就在这里坐一个晚就不出街了 这张床我不敢跳上去 我怕我一跳上去会烂 厕所也是 你看看 设计得挺漂亮的东西 哇 挺有年代味 为什么要把键盘放在这里 但是没有电脑 但是又有Mouse 我研究到了 刚才我在这儿乱玩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给键盘和Mouse 但是电脑屏幕在这边 他给了一部Mac利用 都不错 因为我剪片 如果可以用这么大的Mouse 那么捧它下来呢 我的snack bar 不过呢 作为全世界最贵的城市 我都不敢碰这里的东西 我还是不要碰的 丹麥真的很多单车 你看 全条街都是 接着呢 亦都很多环保的东西 截用能源的车 充电的这里 还要来到丹麥呢 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些风力发电的装置 你看出这个地方是很注重 保护环境生态 截约能源 这个人站得这么有型 他知不知道 他已经成为我镜头下的作品呢 新有这个美人鱼呢 有一段估计的 是加士伯啤酒製造商 有一个老板 他就看完一场巴雷舞 就是看安徒生不下的美人鱼 那他看完之后 哇 很棒啊 即不单止这个故事很棒 连跳巴雷舞的女的舞蹈也很棒 于是呢 他就叫人呢 去製造这个雕塑 那就找回那个芭蕾的女的 去post 他本身 但他turned down了加士伯啤 因为他说 裸体的 不用 于是这个雕塑家 唯有就是找他自己的老婆 去post 123 alright no problem 你们看一下 其实天天都这么多人围着去参观一下美人鱼的裸体 还要拍照 又不走得 你看他尴尬到都另一面 丹麦处处都有些很鲜明的单车景 若然他是不让你踩单车 他会写明的 又是时候了解一下丹麦的物价了 一罐加士伯 Porter 24.58 又不算很贵 即是29元左右 所以结论呢 根本就是Starbucks贵 身后这间就是废特列教堂了 就是当年17不知几年 有个国王废特列五世 他就说不如起教堂 起啦 起教堂啦 起啦 然后不够六年他死了 故事就未完 去到1770年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就走出来说 喂 都是不要搞了 奴民伤财 于是就丟空了 整个教堂是没起完的 直到一百年都没再移过 但是去到18不知几年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个有钱佬金融家 他就说 喂 不要这样啦 我出钱了 我去建了 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的圆顶 它是一个Rococo式的教堂 旁边有十二门徒的雕塑 站在屋蟬那里看水 这位人兄就是废特列五世了 刚才说要建教堂那个 现在身处在一个很空旷的广场 大家看到四面都是同样的建筑物围住 形成了一个八国形的广场 就是这个叫阿玛年堡 四面的屋都是对称 而中间废特列五世 就在正中族 丹麦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国家 整千多年来他们所有的君王都没有断过他们的血统 都是同样的血统传下来的 好厉害 所以这里是全世界最历史悠久的皇室 就是在丹麦 我们这次来也会看很多不同的城堡 很多都是之前的皇室的家 这里好像说不知道哪里有支旗 如果那支旗是升高的话代表女王在家 下了一半的话 就好像说代表他出了街去shopping 我经常听闻说丹麦是一个很密集的国家 但是所以来到我觉得道路是超级广 而且不算多人的 那个感觉是很宁静很漂亮的 还有很有秩序很企理 大家都很开心 听闻就是丹麦的女王 它是很开放给国民 所以有些免费教学啊 医疗津贴啊 很多不同的福利 虽然这里的交税 听闻说是全世界所谓的重税 但是他们的福利是照样建造的 所以这里的人这么开心 乐于交水 你看住的地方又大 又高 如果你现在立刻上Google搜索Copenhagen 这里就是你会见到的照片 全辣都是五万六四 两排都是 这里曾经都是安徒生的休士故居 也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 也有很多艺术家 也有私人 跳芭蕾舞的dancer 这里也是最适合拍照的地方 这里也是怎么拍都漂亮 还有我最爱的混河在这里 这里很有那种阿姆斯特丹的风情 可能两国都很近 所以他们adapt了那种文化都近似 也是喜欢踩单车的 如果你有那张Copenhagen card的话 你可以免费坐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canal tour呢 我都可能会参加的 不过可能在最后一天先 Hi 在这里感受了一轮之后 你会发觉真的很适合艺术家在这里 这么思情画意 对不对 整个情调那么好 那个mood那么好 你写东西啊 画东西啊 练舞啊 唱歌啊 真的很适合 这区真的很热闹 我很想留久一点点 不过不行了 我要回去休息一下才行 昨晚真的通完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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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香港 香港 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 你认识有什么好处理店 近处 真的 每个处理店 都在这里 都很贵 我明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会继续 好处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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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人介绍的 中处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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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酒店吃东西 哇 这么紫的样子 鬼的 是没有失望的 见牛扒是ok的 好处的 我今次来这趟丹麥旅程 我是心情不错的 其实我平时去旅行 都心情都很好的 但是有点让我依稀记得回我第一次去欧洲 其实不是很多年前 记不记得欧有列国第一次 那我不知为什么 可能因为丹麥是我第一个 踏足北欧的地方 那5是很新鲜的 对于我来说 还有可能加上有一条云河 在这里 我会感觉到威尼斯的一种感觉 不过无论是威尼斯之旅 甚至乎是第一次在欧尼斯之旅 令我最印象深刻 是我马上述 每天要剪六七个钟头 剪完都还要跟我WiFi搏斗 很累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需要剪得很辛苦 剪完之后呢 我还要去不同的餐厅 去借人家WiFi 那你借得也要光耀人 光耀光耀之后 发觉他们的WiFi不得 那又要去第二间 这种日子完结了 其实今次出发前 都没有特别去租WiFi 因为我几个月前 加入了3HK的世界更自由的计划 那么一个月份 我就已经可以在香港了 不单止可以任用数据 去到旅行 亦都可以尽情上网和聊天 所以我出發前已經煩少了一件事 但能否支援我立即上載 這個呢 你看不看得到這條片 如果你看得到的話就OK了 如果看不到這條片的話 You can't buy happiness but you can buy wine and tha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 我同意 好了 今天先完結了這個旅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上個Facebook Like完我的頻道 然後再上個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 Me 再按下你的鈴鐺 所以今天每一節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第一期收入觀眾了 我們明天見吧 如果你有什麼餐廳想我去 或者有任何地方推薦的話 記得在留言區踴躍滑滑滑滑 回來才去拍那些時事懶人搭 其他片種 這幾天是歐遊列國 即日直播, 明天見 因為你會想像是一種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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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on your own And now the cause is sure to find you Here it comes All electronic devices should not be turned off and stowed As they may interfere with the aircraft's navig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nce airborne, we'll let you know when you may use approved electronic devices But note that some items may not be used at any time